1718中五大考長題目的第一題 這個是拿一個長彈簧去製造一個縱波 要產生縱波是一定要產生到密步和疏步 所以你只是選擇推一下零分 一定要前後可以嗎 這裡我們要求學生一定要寫到前後推拉才行 上下這個項目我不會給分的 因為如果你推一下是密充不是波不是wave 第一點清不清楚前後推拉不可以上下 上下簡直完全錯得很厲害 那個是橫波來的 第二描述波形 中波的波形是密步和疏步 這兩個字是重點 不是波風波谷 波風波谷坐透的要寧分 跟著第三這個是難的 就是那個中波橫波都好 這些在彈簧裏面的波是延伸課程的 速度是跟兩個因素有關 這一根我是預了 同學真的未必拿到的 但是是不是不可以識呢 你們曾經識的 這個T是指張力 U是指彈簧每米的質量 所以如果你是沒有換過彈簧 你怎樣可以做一個快點速度的波呢 如果你是用V等於F lambda 你說F上升是錯的 但是在同一個界質 頻率上升只會導致波長減短 這個有彈簧這些波 是跟張力有關 所以首先扯行彈簧 拉長它之後 才會產生一個中波 清楚嗎